打索阵风是一款由打索航空研制的多用途战斗机 和欧洲台风以及瑞典萨尔德英诗并称为欧洲三雄 1970年代,法国军方为减少研发成本 加欧洲战斗机计划,尝试与其他国家共同研发新型战斗机 但是因为对战斗机功能的要求与其他国家差别过大,退出计划,独自研发 1986年,阵风战斗机原型机首次试飞成功 1998年首架生产型下线并进入部队服役 这款战斗机能力全面,性能均衡,既能空中格斗又能对地攻击 还能作为航母舰载机,甚至还可以投证核弹 世界上真正属于这类全能通用型战斗机的新型战斗机 除阵风外只有FA-18EF超级大黄蜂以及F-35闪电2 阵风战斗机的第一次战斗部署是2002年法国海军的赫拉克斯任务 作为对美国在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的支援 但因为当时的阵风还没有对地攻击能力 所以只能进行空中巡逻任务 直到2007年,有6架阵风新增了投放激光制导炸弹能力 其中3架属于空军部署在塔吉克的杜上边 三架属于海军部署在戴高勒号航空母艇 第一次作战任务在2007年3月12日开始 同月28日投下了GBU-12激光制导炸弹 以支援在阿富汗南部的荷兰军队 这是阵风的第一次攻击任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